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而且你还有那个善根 你有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 你还懂得拿它来布施跟供养 让自己以后的珍宝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你想不想做这样的人呢 想对不对 可是他当初成就的因 却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做 故事是说呢 佛陀在色谓国奇述己孤独猿的时候呢 那时候城中有一位大富长者 不是那个己孤独长者 不是虚达长者 另外一位大富长者 好 那他很认真的 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太太 之后呢 怀胎十月之后生下一个女儿 非常的端正书庙 事所稀有 世间人很少长到这么端正的 而且呢 从一出生开始 他的额头上面自然就垂挂着 用非常美的珍珠 所贯穿而成的宝曼 额头上自然有这个宝曼 然后父母亲看到了很欢喜 然后这个就请算命先生来 那算命先生看到女孩子有这个瑞相 然后就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叫珍珠曼 珍珠曼 那这位珍珠曼呢 慢慢长大之后呢 他的个性也非常好 这个秉性贤善 珍珠曼 就是 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孝顺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对受苦的人 他对弱势的人 非常的有悲心 由乞丐来跟他乞讨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他额头上面这个 很珍贵的珍珠曼给那个乞丐 哇 那个乞丐一拿到 不是马上就变成报复吗 然后可是很特别的一点是 他额头上的珍珠曼 一拿下来布施给人家之后 马上又自动伸出来在他额头上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就这样一个特征 然后那个时候呢 虚达长者 他听到另外同样是富翁的 这位女孩的父亲 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然后呢 他就写信给这位长者 希望这位长者同意 把他这位珍珠曼这位女儿呢 嫁给虚达长者的儿子 就是虚达长者为他儿子求媳妇啦这样 结果呢 珍珠曼听到说 非常有名的虚达长者 为他的儿子来求亲的时候呢 珍珠曼就跟他的父母亲讲 说他一定要我嫁他可以 但是呢 我的条件是 我们结婚之后 将来得一起出家 他答应将来可以一起出家 我就愿意嫁他 很特别的要求喔 好 然后呢 女儿的父母亲呢 就这样子 回复了虚达长者这样 虚达长者觉得 虚达长者本来就是一个学佛很虔诚的人 那反而觉得说 哎这个女孩真的很有善根喔 然后他儿子也同意之后 虚达长者就说好 我们就娶你 就按照你约定的 好 将来夫妇两个人一定 一起出家这样 好 就这样把他娶进来 女儿也答应嫁给他的儿子 好 然后果然没有多久 才新婚没多久 夫妇两个人一起对轮回 生起了艳丽心 一起就想出家 然后就一起来见佛 佛陀就对珍珠曼说 善来比丘尼 他马上就虚法自若 法福着身 就成为了庄严的比丘尼 然后呢 很认真精情的修行呢 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 聚足三明六通 诸天世人敬仰的一位圣者 那当时生团的比丘 都特别请问佛陀 说这位珍珠曼夫妇 他们夫妇两过去种了什么福报 那像珍珠曼那出生的时候 自然额头上就有珍珠曼 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然后出家没有多久 就证得了阿罗汉果 佛陀就说好啊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无当未辱分别解说 那佛陀说 在贤劫当中 在波罗奈国 就上一尊佛 迦瑟佛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迦瑟佛在路野院转正法轮 度脱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时候有一位长者 叫做阿沙罗长者 他听到佛陀在路野院 广转法轮 广度众生 他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劝化 我们大城里面 所有的民众 一起认真的 做这个布施供养大会 供养加瑟佛 以及加瑟佛的身种 这位阿沙罗长者呢 他就成的白象 游行在城中 四处劝化人民 说大家一起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好东西出好东西 我们一起成就一个 布施供养的大会 认真的供养加瑟佛 还有加瑟佛的身团 还有所有需要的众生 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劝化 每个人 就争相恐后 拿出自己的好东西 一起来做这个布施大会 其实在释迦摩尼佛的这一世 那个 虚达长者 己固度长者 他也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他也是沉着白象 四处劝化大家 一起做布施供养大会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加瑟佛之后 那个阿沙罗 阿沙罗长者 跟这个虚达长者 是什么关系 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好好修水洗 好 那阿沙罗长者 在加瑟佛时代 四处劝化 劝大家一起做布施供养大会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妇女 她听到她的劝化 她曾在白象上面对大众的宣说 她顶上本来挂了一个珍珠 还不是朱曼 就做手势用的 她马上就没有任何令习的 马上把她的顶上的珍珠取下来 然后就交给阿沙罗尊者 要做那个布施供养大会 回到家之后呢 她的丈夫从外面回来 发现她太太平常额头上挂 那颗珍珠 那个珠宝手势不见了这样 丈夫就问她说 怎么回事了 她太太就说 今天我们那个有名的阿沙罗长者 来到城中劝化大家 要一起布施出好东西 做布施供养大会 供养佛 生团还有所有需要的众生 她的丈夫也很有三个 一听了就非常欢喜 马上就把家里珍藏的宝藏 也拿出来一起投入 参与这个布施供养大会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这位妇女她就发愿 希望用这个布施供养的功德呢 让我未来生生世世都不剁恶去 天上人间出生 而且每一次出生的时候 我的额头都有非常出胜的 珍珠宝曼 自然出生这样 然后佛陀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生团的比丘 当时那个布施 顶上的宝珠的妇女 就是今天的珍珠曼比丘尼 因为她这样的善根跟善业能 所以出生的时候 顶上的珠曼自然出生 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而且遇到了我之后 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 那生团的法师听到 佛陀这样说的时候呢 都非常欢喜的一教奉行 所以因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师父常常说 与人越多而己越得嘛 对不对 尤其你碰到聚立业门 殊胜的福田 佛陀跟正法生团在的时候 你不吝息的把自己的好东西 认真的供养给上司三宝 供养给一切需要的众生 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将来得到的果报跟善业 当然就是源源不绝的 所以将来敢果的时候 别人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啊 你怎么会 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你又那么愿意跟大家分享 其实当初众因不难耶 只要你 直欲善之士 直欲佛陀 直欲正法 依教奉行 一点都不难 这就是师父讲的 只要真正明白 那个离苦得乐的真相 谁都要走修行这条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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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